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这是怎么回事 就你看到的这样呗 乐瑶姑娘 与其关心我 还不如想想你自己吧 千水镇江湖盟最擅长制药的唐圣长老 你应该听说过吧 倒是听说过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给本少爷烧最好的茶 我最喜欢你这一款文弱美人 那个传信过来愿意自荐整袭的小美人呢 怎么还不出来 那么你是自己走出去见他 还是让我直接送到他面前去呢 是我鬼吗 什么玩意儿 也配让本少爷等这么久 大少 且慢 美人婚佩服 方林急许 本公子很忠意你呀 我已经封了你的武功 如果不能从他那儿套来 原夫人的解药 美人这辈子都没法做大人了 跟小爷回去吃香的喝辣 唐少 你看 这美人我也献上了 可以加入江湖盟了吧 拿这腰牌马上滚 别打扰本少和美人的快乐时光 恭喜大公子 我们就不要打扰大公子了 美人 我来了 我的武功恢复了 我劝你还是别高兴得太早 只是暂时的 嗨 我是不是来得太早 影响你们打情骂俏了 谁在那儿 快给本少滚上来 在下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楚国 楚其光 我的面 就把那么大一口黑锅 硬扣到我头上 秦华已死 他那个白痴女儿 和那群冒牌货也留不得了 该怎么做 不需要我教你了吧 他们 绝不会有命离开千水镇 小心 有人来了 盟主 大事不好了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防失火了 全镇封锁 这边这边 所有地方都不要放过 这里这里 你没事吧 元凶在何处 可拿到解药了 我亲自出马 自然不用担心 我说 没凶跑 真是太好了 对了 哥哥留下的印记就是这儿了 但现在街上到处都是 缩布我们的人 安排一批人去 守住这门口 码头 还有码头也去 糟了 有驾船吗 我好歹也是贵族子弟 驾船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 我不带没用的人上船 怎么可能不会呢 唉 折腾了这么久 我们俩去休息一下吧 去掉碍事的家伙 完美的独处时间 珍珍和乐瑶可以睡床 你给我爬开 哥哥 你没事就好 真好啊 兄妹相认什么 我也想睡床 哎呀呀 这真是见到老熟人了 我好歹也是楚国的皇子 你们下手可真是不客气啊 之前坑了我们那么多次 揍一顿 仅仅输点利息而已 柳兄 交给你了 请尽情施展你的手段 等一项 万事好商量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此行是来合作的 喂 你究竟想与我们合作什么 我与皇兄势同水火 而父皇偏心于他 我自然又另寻靠山 谁知来大洲才发现 我那位好皇兄 早就在大洲有了合作者 父王 既然你我要对付的目标 是一伙人 何不一起呢 既然如此 那么协助返回皇城的事情 就由你来负责 若楚国将来有你之仗 我保周楚三十年和平 楚国每年上交 赋税二成 赋税二成也太黑了吧 朕并不是在跟你谈条件 你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好吧好吧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勉强答应你的条件 现在可以给我松绑了吧 真是听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啊 这么说来 这小姑娘的身份是公主 其实在遭到你那位 暗卫姑娘的追杀前 我就已经安排好了人马接应 一切安排妥当了 今天真是个黄道吉日 不但能收你一条贱命 还附赠大周帝后 这种买卖真是赚翻了 皇兄生儿高过 又何必一直对我苦苦相逼 哎呦皇帝 哎呀 你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 来 皇兄叫你有水 枉顾亲兄 顽劣成性 你怎么不去死呢 没去你性命之前 西光绝不会死 明秋一某暗冬 能把几人参透 与传的香味与绸缪 冷冬四周 无人是低手 纸上玲珑颜着口 难写走 心碎与喧口 花灯如粥 君知福 满头 烟魂的招待 金双驾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